人类的精神和肉体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在2014年有这么一部神奇的动画《乐园追放》 讲述了一位少女的精神意识被数据化存在网盘 而肉体则可以像换衣服一样随时替换 借此来达到永生 这部动画就像是揭开了人类最后一块遮羞布 它到底讲了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未来世界 人类就已经抛击了荒废来尽的地球环境 将电脑空间肉园作为新的生活基点 以数字化进一些生命体形式居住在肉园里 做的通俗易懂就是舍弃肉体 然后把自己意识存在网盘里 而网盘就是一个世界 在这个乐园中人基本可以达到永生 只要有足够的内存足够的电 而有2%的人不愿意这样狗活 选择继续在地球表面 也就是现实世界继续生存 安吉拉是保安局的一名三等特工 这天他正在一个公共地图海滩度假时 某个黑客第184次 鲁青的乐园的安保系统 对乐园的世界人们重复播放了一段广告 黑客自身拓荒者 他说自己的同伴们经历历年的准备阶段 以将银河系猎户座 适合人类居住探索项目 准备就绪 他们打算乘坐起源方舟后 对太空进一步开拓 这艘船能坐100多人 所以拖荒者希望乐园 有人可以加入他们的计划 拖荒者的实力抢为乐园的防御系统 即便是安吉拉在发现入境后 立刻采取了抓捕行动 也没能抓住他 因此乐园的中央保安局 决定将抓捕拖荒者的任务 转移到地球表面 并将此次任务交给了安吉拉 电脑数据利用安吉拉诞生时 保存下来基因缓存 生存了一具16岁时的身体 然后安吉拉的新身体与身体融合 成为了有肉体的人类 这次保安局配给安吉拉一台 全被舰的机器人阿罗汉 还有一名当地真来的观察员特工 扎里克 外号野狗随行 扎里克整48次完美地完成了 保安局情报局的地面任务 但其品行不端 安吉拉即可出发 到达了地表与扎里克灰灭的地点 当然扎里克不仅迟到 还在开着吉普车赶来的时候 生活带着无数的沙虫 沙虫是一种肉食性猛兽 扎里克还是奥不慌的 永远就给安吉拉一飞吻 安吉拉觉得恶心 但还去坐上他的阿罗汉机器人 去消灭沙虫 在火力全开的阿罗汉面前 沙虫只有灭亡的结果 可打完才发现 这些沙虫是扎里克故意引来的 因为在打败沙虫后来了几个人 他们从扎里克手上 他着急的想开始调查 因为这次保安局派来的特工 并不只有他一个 他想抢先完成立功 扎里克说 住在地表人类 每天过着吃瘦肉的生活 感觉不会有什么 很厉害的黑客存在 但数据表明 拓荒者确实是从地表露情乐园的 这时扎里克又问了一架 阿罗汉机器人是怎么运行的 安吉拉说 那是保安局的主服务器 通过卫星线的辅助 会一直保持在线状态 扎里克听完机梦枪 把机器人连接卫星的天线 给打爆了 安吉拉惊讶地问他干嘛 扎里克解释 开拓者是连乐园 都无法轻松解决的黑客 所以安吉拉带着 在线的终端到处跑 无疑是暴露行踪 所以现在只能远离网络形式 而其他特工 一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些特工 暴露行踪的时候 他俩就可以掩藏气息 黄雀在后 安吉拉听完 觉得很有道理 难而没想到的是 扎里克竟然直接 把这机器人 卖给废品回收站了 扎里克是一位 十分有头脑的特工 他认为脱荒者 应该会藏在乐园 触及不到的城镇 所以第一站 他们开着吉普车 前往了1000公里外的杰德镇 一路上 安吉拉不肯休息 正分多秒地开着车 扎里克给他吃肉 可是 他说他只吃 无色无味的营养液 营养液是乐园人的食物 生活在乐园的人 没有口福之遇的需求 他们只追求精神享受 扎里克一听 植物乐园太无趣了 而且在乐园没有摇滚乐 因为他们认为摇滚乐 没有提升价值 就舍弃了 扎里克就喜欢听摇滚乐 他建议安吉拉 用全身的骨头 去感受节拍 这时安吉拉 并不想尝试这种无聊的行为 他现在刚有肉体 并不知道身体需要休息才行 结果他一直不眠不休地 撑到了杰德镇 等到了杰德镇 扎里克去问情报的时候 安吉拉因为听不懂方言 而气氛地在门口等候 结果被几个混混盯上 安吉拉以为自己 还是乐园的虚拟状态 谁知道因为身体太疲惫 而无力起来 幸好后面扎里克出来 救了他 安吉拉还因为脑泪过度 发烧了 以前的身体如果异常 系统就会有提醒 然而现在这个肉体 只能凭感受 到这样家庭自己生病了 都不知道 如果连接乐园终端 终端就会给安吉拉配药 但是为了不暴露行踪 坚强了他决定 自己战胜发烧 他吃了扎里克组的周后 感觉好点 这算是他第一次 吃人类的食物 也是第一次生病 这天夜里 扎里克在弹吉他 乐园的人自诩 高于地表人类一等 因为他们比拥有 肉体的人类更加强大 更不会生病 所以安吉拉有些好奇 为什么扎里克不会爬他 扎里克没有回答 第二天 安吉拉吃面的时候 扎里克提议 先搞清楚托荒者的目的 否则将从根本上搞错 搜索方针 安吉拉推测 他是想脑乱乐园治安 难道扎里克 叫他太天真 因为对于入侵 明显更紧张的 会是保安局 而不是居民 而且可以假设 托荒者的目的 确实是想要招募一同 探索太空的统治 这时安吉拉就笑了 他觉得地表 能力落后的像原始居民 怎么可能造得出 那么高科技的东西 况且这么大的工程 乐园也不可能没发现 这句话表面 虽然是地表 被乐园排斥 瞧不起 但却也透露了 乐园对地表的监测 没有中断 从地表到太空 肯定需要火箭 所以扎里克 从制作火箭的材料落手 查到杰德镇的 拉兹罗一家三世 都在为某个买方 收集小酸胺 这个材料用来做火箭氧化器 是十分理想的 于是扎里克 卖了一箱的小酸胺 给拉兹罗 并且偷偷地 在箱子里放了跟踪器 扎里克推测 这个买方 一直在低调地 收集着火箭材料 而且还是个 成立很久的集团组织 他们的计划 可能还在乐园设立之前 甚至可能追溯到 纳米危机之前 而纳米危机 就是造成世界毁灭的 重要原因 随后才有了乐园 安吉他爬到了 很高的楼层屋顶 方便侦查 他发现远处 有一家纳米危机 之前的警卫机器人 并且有人正在操控他 这时 拉兹罗开着一车的 小酸胺来到了这里 他停的位置 出现了很多古董机器人 这连头 能修复并启动 这么多的机器人 显然背后的势力 不容小觑 很快拉兹罗 把小酸胺交给了机器人 而那乡自己 正好有扎里克的追踪器 于是 计划得逞了 沙里克 二人兴奋地 跟着追踪器行动 这笔小酸胺的运送 全告机器运作 没有人类干预过 一路追到追踪器停止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红色机器人 他一动不动地 像个稻草人 沙里克二人在远处观察好久 还是决定主动出击 看看他是干嘛的 沙里克友好的走过去 一摇之中的攻击 并没有出现 而这红色机器人 也向他打招呼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机器人自称 拓荒者 拓荒者的前身 是起源方舟号建设时 附带的一款程序 他说自己在不断地 自我升级之后 出现了自我意识 也就是人工制人 有了自我意识 统筹并推进 起源方舟号计划的 唯一主体就是他 拓荒者给沙里克二人 看了起源方舟号 已经全自动建造完工 他位于乐园背面 所以乐园根本没有发现 原本 拓荒者计划是 防备地球环境巨变 寻找太空中 市区移民的计划 当时各国都在竞争 且秘密地进行这个计划 而拓荒者 入侵乐园打广告 是因为起源方舟号 经过重新修改后 已经废除了成员的 生命维持装置 也就是说 不需要有露体的人类 乐园的一时人类 也可以参与 这个计划本身 就是将人类送往外太空探索 得有人坐上去 才有意义 所以拓荒者开始了招募 地球在纳米危机时 研发了两种方案 一个就是乐园计划 一个便是开拓计划 这个伟大的工程拓荒者 已经干了一百多年 等到起源方舟后 成功发射后 他将随反应炉 一同搭载于重型运载火箭 去往外太空 听到拓荒者的解释后 现在也明白 他对乐园并没有什么威胁 任务也算完成了 阿鲁汉被摧毁 所以拓荒者主动 把安吉拉建设 娱乐园的连接 方便他回去 在这里的机器人 几乎都有了自我意识 而且也有了情感这一东西 扎里克十分喜欢这些机器人 这一夜 安吉拉知道了 为什么扎里克 不愿意去乐园生活的原因 在乐园里 并没有想象中的 可以拥有无限可能 乐园的生活水平 全看能获得多少记忆体 而记忆体的分配 全看这个人 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少 所以安吉拉才会拼命立功 到头来 证明夺利成为了人生的全部 而如果无法对社会贡献的人 严重的 还可能被限制自由 被催得连自我了间的权利 都没有 扎里克不喜欢 只要前往乐园 就可以拥有自由的 这句谎言 那根本就是变相的监狱 但现在安吉拉却不相信 扎里克所有的话 等安吉拉回到的乐园 自认为完成任务了 他却遭到丧头的折备 对于保安局来说 有凌驾乐园系统的威胁存在 不能置之不理 换言说就是 如果有人不在他的管辖之内 就得灭掉 他们还命令安吉拉去摧毁 拖荒者以及起源方舟号的中枢 安吉拉言辞拒绝 他努力的争取和拖荒者 共存的机会 却被保安局认定为 写入动机的威胁人物 绝对权威的他们 立刻复夺了安吉拉的职责权限 和乐园居民权 被判无期徒刑 与此同时 保安局通知 还在地表的特工们 前往拖荒者所在地 摧毁拖荒者 拖荒者收到了警报 并且也查到 安吉拉被判无期徒刑 所以拥有人意的拖荒者 陆琴乐园解救了安吉拉 这一次安吉拉爽快地 跟他离开了 他甚至觉得 拖荒者完全拥有 摧毁乐园的本事 但是拖荒者 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违背了 他生存系统的正当化 拖荒者带着安吉拉 找到了最新星 阿罗汉搭载全套配件 这样一段 他就可以利用 阿罗汉在地表世界 连接露梯 安吉拉还想顺便 把乐园所有的 支援系统全部带走 随即就开始了 一场酷炫的 安吉拉与保安局 安保系统的打战 安吉拉漂亮地 回到了地表 最时那些乐园的 特工们也即将抵达 而拖荒者们 已经在准备 起源方舟后的发射了 现在距离发射 还有1220秒 所以在此之前 得阻止特工们 对发射现场的破坏 这又会是一场恶战 但是差一个自愿留下帮忙 敌人太多了 好不容易达到这批 又来了几批 一场上的恶战结束后 倒计时也结束了 拖荒者最后一次邀请 乐园是否有人 愿意探索宇宙 但是没有人愿意前往 最后 拖荒者想邀请 安吉拉一起走 但安吉拉却突然喜欢上了 地球表面 他想留下来 做个真正的人类生活 另外他也是才刚刚体验 身为人的感觉 他也认为自己 没有资格作为代表 无人参与这项计划 就等于计划必须终止 谁知道安吉拉和扎里克 却说现在的拖荒者 已经算是人类了 所以拖荒者完全 可以当作人类的墨艺代表 前往太空 传承历史 有了恶人的鼓励 拖荒者搭载着火箭离开了 而扎里克则用音乐 换送他 故事的开头 就像常规套路一般的 繁局展开 并没有给观众 留下太深的印象 除了女主 奥人的身材以外 而把整部动画 推向一个高度 便是拖荒者的真正出现 他不仅给乐园 和地表人类 提供了一个选择 更是给观众留下选择 永生和自由 你将选择哪个 而这里的自由 并不是只被关禁闭之类的 而是思想上的自由 因为在乐园 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 你所有的安排 都必须遵守最高者 制定的范畴内 虽然不会再生老病死 可是信仰却逐渐崩塌 因为被最高者管鞋 只是担心被制裁 而不是真正的去产生膜拜 故事中的最高者 设定有三个巨人 可以理解分别是 我们现实中 常见的信仰文化 周斯 仁王 加尼萨 这三位神本身 就是信仰之源 可是却在故事中 成为了绝对的制裁者 信仰和自由 就产生了矛盾 安吉他第一次遇到扎迪克说 摇滚乐是个低俗无聊的晚意 回首展望我们现实 麦露饭剧 龙王天爽文 被人打上劣质低俗的标签 生活本台就很累 有时间可以看看之类 轻松无脑饭剧 也是一种精神放松 毕竟我们不像乐园里的人 感受不到痛苦 乐园的行程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是将人类的情绪思想 集体剥夺 而换来的社会进步 故事的结尾 扎列克对托王者说 如果遇到人 要自保家门 就大胆地说 自己是人类的墨艺 这句话听完 我顿时全身热血 所以精神和肉体剥离 其实在这部动画里 人类的定义 早已模糊不清 扎列克是不是人类 按捷他是不是人类 都先不思考 但托王者 却绝对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类 因为他将人类 自己都遗忘的梦想 保留至今 人之所以为人 一切都源于思想和情感 看完后 确实挺感人的 但是没想到 徐渊玄老师 搞的科幻动画 竟然没死人 竟呆了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有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不妨评论 喜欢加油 支持一下 最后再点个关注 好吗 拜托拜托